大家好我是苹果妹 今天我们来介绍iPad当机的自救方法 不管你今天是iPad Pro、iPad 2、iPad mini 甚至是基本的iPad机型 都可以尝试用今天的方法解决你当机的问题 不管你今天使用App卡卡的 或者是你今天大当机卡在黑屏 或者是更新失败 都可以尝试用今天的方法 循序渐进的看看可不可以解决 iPad它的指令主要有分为全萤幕款 跟有Home键的那一款 那我们今天都会示范到 首先我们要讲到关机的部分 关机大家应该都会吧 如果你今天是全萤幕款 像是iPad Pro、iPad Air、iPad mini的话 你就是音量键其中一个 搭配你的左萤幕的按键长按之后 两个一起按下去 就会出现这个关机的画面了 接着你就把这个白色远远往右滑就会关机 不过大家知道有第二种关机方式吗 就是今天当你iPad实体按键失灵的时候 就可以用这个方法 首先我们进到设定里面之后进到一般 一般的最下面就会出现这个关机的按钮了 关机在这边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实体Home键的那个机型的话呢 你要关机就是直接按上面的这个锁定萤幕的按钮 长按之后就会关机了 不行的话也可以用刚才的方式进到这个设定里面 按关机就可以咯 再来一下我们要进到强制重新开机你的iPad 那这个部分呢也是有分有没有Home键的机型的 首先呢我们来示范 如果你今天是iPad Pro iPad Air iPad mini这一类全萤幕的机型的话呢 要怎么样强制重新开机 那我们现在先解释一遍手势 等一下再来实际操作 首先第一步呢要找出 离你锁定画面按键最近的音量键 那在这个机型上面呢会是上音量键嘛 那有些机型它可能会是右边的这个按键 所以就是看哪一个离你的锁定画面按键最近 找出来之后呢按一下这个音量键 再按另外一个音量键 接着呢长按这个锁定画面按键 直到出现Apple logo就可以放开了 那我们现在呢实际测试一遍 先按一下比较近的按键 比较远的按键 接着呢长按这个锁定萤幕按键 那出现这个画面之后呢不要放开 持续按着 我们要等到出现苹果的logo才可以放开哦 好现在可以放开了 这样子就重新开机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 如果你今天是有home键 也就是主画面按键的话 要如何强制重新开机 非常简单 只要按住主画面的按钮 还有你的顶端按钮 同时按下去直到出现苹果的logo 就是重新开机哦 那如果强制重新开机 也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呢 下一个我们要让iPad进到复原模式 那进到这个模式呢 必须要准备你的电脑还有连接线 不管你今天是使用Mac 或是Windows电脑都可以 那当然呢 如果你用Windows的话呢 就要有iTunes 好那首先呢 我们用这个连接线连接 我们的iPad跟电脑 接着你iPad上面会出现这个 要不要信任这个装置的视窗 那你就按信任 然后会需要输入密码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电脑上面的画面哦 在你Finder 或者是你Windows iTunes里面呢 你就会看到iPad这个选项 Mac的Finder的话呢 就是在选单的下面就会看到这个iPad 然后这边呢你就按信任 连接到之后呢 我们要来iPad上面做一些手势 让它进到回复模式哦 那这个部分呢 跟刚才重新开机的手势 是完全一模一样的 如果是全萤幕的机型的话呢 就是离你的锁定画面按键 比较近的那个音量键 开始呢 按一下 然后另外一个音量键 然后长按你的锁定画面按键就可以了 那记得呢 最后一个iPad上面的画面呢 会停留在连接电脑的画面 所以中间出现苹果什么的都不要放开哦 那我们现在呢 尝试一遍给大家看哦 首先呢 比较近的按键 然后另外一个音量键 接着长按这个锁定画面的按键 那现在呢 都不要放开 直到出现连接电脑的画面才放开哦 好的 出现这个画面就可以放开了 那我们现在呢 切换到电脑上面的画面 出现了这个视窗 它上面写说 iPad发生问题 需要更新或回复 那注意一下 下面的内容非常非常重要 首先第一段 它说如果你今天是更新失败 就是说在中间卡住的话 你可以按这个更新 或者是你今天有任何问题 也可以尝试更新 但是注意一下 如果你更新没有用的话呢 你可能会考虑下面的回复 回复这个按钮按下去之后 它会重置你的iPad 里面的资料会全部清空 所以要非常注意哦 那如果你平常非常勤劳 有用你的电脑 来备份你的iPad的话呢 它上面会出现一个 从此备份回复到iPad上的选项 所以大家可以先尝试更新 然后等一下教大家跳出这个模式 看看有没有用 那如果没有用的话呢 你可以先联络一下苹果那边 看看要不要送修 那最后呢 这个回复是最后的选择 那如果今天什么事情都不想要做 想要跳出这个模式的话 按一下这个按钮 这边 那接着在iPad上面呢 要离开这个模式非常的简单 你就要长按这个锁定画面按键 它就会开机了 好 这样子就成功了 那如果你今天是有Home键的机型的话呢 也非常简单 你今天连接到电脑之后呢 操作一遍刚才我们重新开机的手势 就可以进到回复模式咯 那刚才我们说过那个机型的手势呢 它就是按住Home键跟这个电源键 不要放开 然后等到有连接电脑画面出现呢 就进到这个回复模式了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iPad当机自救小技巧 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成功修复你的iPad 那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的话呢 也希望你可以帮我按个赞 那如果你不会想错过更多更有趣的内容的话呢 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Mail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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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